那个作案以后啊 他就开车要到附近的另外一家派出所去自首 那么就是村里的人追到他以后啊 就把他这边停了 他下了跑的时候他那个村长的儿子开车车把他腿给撞乱了 哦 这样的 另外就是前天看到您微信上发出这个辅告 当时您是怎么感觉到这个事情已经是没有办法 我没法复告不是谁给我恶作剧搞成了恶搞搞成一个复告 不是你做的 不是我做有人在乱说 哦 是别人做出来的 但是 当时您有没有这个预感就是他会被执行 我就预感到了所以我才 我才 星期六才发出去的东西 我才说已经签发了 哦 你星期六是 你在短期 你在那个微信上 你就发了一句 微信里说 我其实两句话 就是已经签发的评论 他已经决定自己的 哦 然后那个辅告是别人做的哈 别人做 谁都谁都乱做 那年轻人在做 我怎么怎么不想说 嗯 当时那个传的就是恐怕都有几十万人在传这个东西 大家都传遍了 不耻 那是 那是我决定不了的 对 我刚才打电话给甘律师 他就说是 昨天 昨天了昨天他去到看守所已经不让他见了 他就预感到已经不行了 嗯 嗯 嗯 那个我不好评价 嗯 你在这之前 你也去过一次 这也是被拒绝了 是这样哈 这个干人圈啊 喂 我在听 啊 这个干人圈呢 他就 他要介入 嗯 他要彻底催放这个案子 哦 哦 再放家里人呢 就和他签了合同 甘律师上去以后呢 就让家里人解除我的 对国的委托 哦 这样的 啊 甘律师上 甘律师一上以后呢 就在那胡搞 比如说 村委书记 那个死者 和那个女的已经离婚了 啊 那个女的为什么还能复在民事做原告 那他起诉呢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推翻原来判决 哦 就是你们辩护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那就辩护吗 嗯 这最后方式死刑复啊 你去管夫的民事是说干什么 嗯 他在那乱口 最后方案就知道了 知道我被解除了 社税就不二件了 哦 这样 您是11月份几号去的 我是十 我是十月底去的 十月底 嗯 哦 当时你还不知道被解除了 我当时没解除 干人车不是十月二十八号 他要上吗 他要去 哪过来 八十二的撤禁 推翻吗 对他二十八号前的 他二十八号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 他中间 中间他又知道他做不到 他退出了 他又不管了 又退出 他退出了 退出他不管了 不管了江北人 希望我 我再继续 那你想这是什么案子啊 啊 有的人想出零 就先上 一看 弄不之后弄了 他就自己下去了 下去就不管了 江北人只好又让我上 上午就十一月 呃 就上周吧 上周星期三我去了 那个时候啊 就 不允许我见了 上周三您去看守 看守所是吧 对 我就看守所 人说你这个 刚才来了以后 呃 那个 呃 你已经不在社会变回 我不让你见了 那你还得重新再签这个委托 怎么叫重新先呢 重新先 因为江里人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解除干人川啊 嗯 这个 干人川是自己溜票子的 对这个过程中也 江里人他怎么 江里人倒来倒去 他们不懂啊 这个过程也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是啥时候 我只好 呃 参与组织专家 来一个呼吁的方式 来做这个事情 哦 就像这个 嗯 江平这个教授 这都是你们组织起来呼吁的 对啊 你想想 当时我为什么发这个东西 就是当时我找到 北京 一些大兵 也很有名的学者 像何兵啊 嗯 徐欣啊 等等这些人啊 他们这些人啊 江教授很有名 江教授是很有名的 不是 像何兵 徐欣这些人啊 嗯 这些人不是还当律师吗 对 这些人担心 如果我们呼吁了 啊 司法部会找他们麻烦 一个事要再开始 不就生效了吧 就是有一个 呃 不允许律师 这种呼吁联名吗 哦 这样一个 这两个教授 同时是监职律师 嗯 他们俩就不敢 就在那飞里 又不好意思说不敢 又不行 这样不行 那个不行 气得我就说 我就干脆发了明信 这个已经死刑 已经命令 已经签了 你们还在那 真来真是 还在那 悠悠不觉干什么 气头就发出去了 嗯 喂 我在听 完了 我在听 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 最后呢 他们也不签了 不签了 我说我们四个律师上吧 八个专家四个律师 十二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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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个是 大队神行的规模 我说我们就是十二个人了 嗯 那个联名信 现在在网上传的很广 我不知道 反正我发不去 因为我跟张老师说 一过零天 我们就发 我看到以后 我们这也发表 发表了 之后很多很多网上都在 那是什么媒体 我们是这个博训 哦 我我看不到 看博训可能是需要翻墙 嗯 我不会翻墙 嗯 我我就是在跟你说 有时候啊 做些事情很难啊 对 那些人在 在胡扯啊 就是为了自己的 一年一年利益 在那一年勾勾勾 还大V呢 还教授呢 还兼职律师呢 就在那种情况下 我我我才把 这个什么发出去了 嗯 我才发出那个什么 因为当时我就 我就有预感了 对啊 我的预感是星期一啊 你这个发出就过了一天 就过了一天 对啊 因为我说我们必须赶到他们前头 但是估计周强 估计周强没有看到这个 就过了一天吧 哎呀 因为我也有别的信息了 信息了 嗯 嗯 我知道不好 我知道不好 之前也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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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也有专家在评论说 呃 甲敬隆这个案子 应该是不可能 呃 回旋 因为他们说这是 这是个体制性的一个判决 呃 和体制没关系 和体制没关系 呃 也有人说了 你杀的是一个村女 就说啊 你 村书记啊 不是杀村长啊 那人家村长还是书记啊 他是村书记啊 嗯 你只杀的村书记怎么行 你杀外国人可以 你杀老板可以 你你就是不能杀村书记 你不能杀党的书记 你不能杀党的书记 对啊 呃 但是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不同意他 和体制没关系 就是大家对法律上的不一样 嗯 他不一样 对我在听 嗯 感谢你们关注这个案子 呃 反正我现在是 心情悲愤沉痛 对大家都一样 我很 大家都一样 是啊 我们这还发起过一些 这个联名的活动 最终也没能打动上方 是啊 是啊 感谢大家关注 真的 我至于呃 呃 在这里面 很多干苦自治啊 嗯 明白能理解 呃 魏律师你也付出了这么多辛苦 这个结果不是你能 一个人能左右 但是你也付出了 对对对 嗯 谢谢你 你能说这么一句功道话 我就相信 知道先方老师 他说如今有功道自在人籍 那些人去 去出名 让他们出去吧 咱们这次都做事就行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